娱乐第一眼 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豪门恩怨多吗 不 是女友多 比如李嘉诚幼子 52岁的李泽凯算是其中一个 十一段情侍偏爱混血儿 且选择二十出头的小花 这时他交出了成绩单 和大学同伤密友交往 热度坚持 最长的一段情大概属于和 日本NHK首席新闻主播 真正家刘奈 澳大利亚海归被誉为 银科之花的林慧怡 无奈打动不了李泽凯 柔和的心 当然了其中备受关注的当属 英皇小花梁洛施了 毫无疑问李泽凯是爱他的 初前从英皇手中 买酒梁洛施的合约 恢复自由身的他成了王的女人 两年生三娃 还是郑菊花开的二十二岁年纪 李泽凯该收手了 可接下来的剧情呢 全世界都知道了 2011年2月 两个人宣布分手 一段看似顺理成章的豪门登顶之路 就此画上了句号 他带着三个孩子开始了新生活 同样呢 李泽凯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新的女友之路啊 2016年情人节时 李泽凯和神秘女子共有东京 恋情得以曝光 这个人什么来历呢 郭家文 92年出生 是2015年的港姐季军 一水的清水芙蓉啊 今年三月呢 李泽凯更是豪至一亿为其买房 或许这才是真正灰姑娘的逆袭人生 虽然两人被拍到很多次 但是呢一直很低调 从不回应恋情的事情 直到本月13号 郭家文在社交网站 上书美照 蛋糕很小劲 并配文称 踏入8月的第一餐生日饭 好欣赏 没有奶油的蛋糕 有心思的礼物 最珍贵 什么叫做第一餐生日饭呢 另外啊 这个有意思的礼物 不免让人想想 这是要公开的节奏吗 不仅如此啊 和李泽凯 传上绯闻之后 平民出生的他生活大变样 虽然游艇 高级美食级 借纸的照片 尽省贵起 相比梁洛诗的 一人带三娃的画面 不禁让人唏嘘 但是你能说这样的梁洛诗 在李家就毫无地位了吗 当然不能了 虽然梁洛诗分手之后 带走了三个孩子 但是港媒就曾经报道过 李嘉诚要求梁洛诗 每年带儿子回香港两次 每次逗留十天左右 由此就可以看出 公公对三个孙子的爱 如今年轻的梁洛诗 有这三个儿子啊 纵然李泽凯能换多少个女友 他始终是李家的座上贵宾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他是豪门气富 但从另一个角度 李嘉诚和李泽凯呢 都是在为他打工 虽然身为超习富豪啊 但是李泽凯一向非常的低调 有关他本人的私事 经常懒得回应 尤其是恋情问题 李泽凯最烦被媒体叨扰了 但是他喜欢低调呢 并不代表其小女友 就与他想法一致 李泽凯曾凭嫁心花郭嘉文 清纯没前卫 但是郭嘉文毕竟是正直青春啊 还是很喜欢在社交网络 分享他的个人动态 10月16号 香港富豪李泽凯的县女友郭嘉文 在网上晒美照 对着镜头露出小家闭欲式的微笑 并配文字称老板娘 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 郭嘉文晒照的时间呢 有点巧妙啊 近日曾为李泽凯 还生下三个儿子梁洛诗 刚刚接受某媒体的专访 提及当时啊 起初回到香港的原因 期间不可避免的提到了自己的小孩和李嘉 没过多久呢 郭嘉文就做出了这番举动 让人很难相信 他只是单纯的想晒照 而且在杂志的专访中 梁洛诗曾被媒体问到 过去报受变丑的事情 郭嘉文就这么巧啊 偏偏这张照片的主题就是夸自己美 还引用了周董的歌词 他的睫毛弯了嘴角 用眼神对我拍照来自证美貌 说不是有意为之 大家是吗 李泽凯的新欢旧爱啊 向来躲不开被人们比较 一个是混血美女 一个是港姐继军 郭嘉文颜值不如梁洛诗 只能靠浩天皮图取胜 所以这张自拍 不出意外的话呢 就有人吐槽 它是一个照片 但是网友也是不得不承认啊 李泽凯对郭嘉文是真的好啊 比当初对梁洛诗温和多了 可能他就是欣赏这种颜值不张扬的 高学历内在美才女吧 郭嘉文出生于1992年 今年27岁 是2015年香港小姐的季军 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系 这一点呢 是初中没毕业的梁洛诗比不上的 她成为港姐后啊 当过一段时间的新闻主播 和李泽凯在一起之后 立即获赠价值1亿港币 人民币9047万的豪宅 并和TVB解约专职陪伴李泽凯 李泽凯带着他环游世界 开潜艇 并且能爱屋及屋 也带着郭嘉文的父母出去玩 很有点给人当女婿的样子啊 正因为有李泽凯在背后撑腰 颜值身材不如梁洛诗的郭嘉文啊 才有底气 在社交平台上几次三番的暗讽梁洛诗 老人像今天这样 暗地里交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9月梁洛诗刚刚回港 陪李泽凯到巴厘岛度假的郭嘉文 远隔重阳发起挑衅 晒出一张自己的泳衣罩 梁洛诗的回应简单粗暴 首次曝光 当初密恋期李泽凯送他的过亿豪宅 赚足了话题 网传呢 这一栋豪宅啊 是李泽凯与梁洛诗爱情的建筹 李泽凯还特意的为他洗名红屋 坐落在山林之间 很有几分金屋藏教的意味 这一局啊 梁洛诗赢了 第二次过招呢 梁洛诗借着三个儿子的生日 说了一句 引起轩然大波的话 长治长得像我 也像他爸爸 顿时呢 让不少媒体和网友猜测 他要跟李泽凯复合了 好巧不巧 三天之后呢 李泽凯带着郭家文高调亮相马场 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名流朋友 当朋友问李泽凯玩的是否开心的时候呢 他回了一句 We are fine 我们很好 正式公开郭家文的正牌女友身份 此话一出 原本梁洛诗带起的复合成文 立即演其息鼓 郭家文借李泽凯的口 宣誓主权夺得胜利 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比试 此后又进行了好几次 梁洛诗31岁生日当天啊 在网上分享了庆生照片 和家人朋友吃蛋糕 表示自己离开李泽凯也是过得很好 当天晚上呢 郭家文将自己买的小蛋糕 照片发上了社交平台 说自己喜欢吃蛋糕 是因为某人会在身边 这个某人啊 当然是指李泽凯了 梁洛诗和名流碰碑 贵妇打扮 一派的纸醉金迷 被李泽凯大赞啊 不爱钱 单纯乖巧的郭家文呢 立即与闺蜜合照一张 手里拿的是番薯 这种绿色食品 两人之间 火药味最足的一次争斗啊 是郭家文与好友一起吃饭 配文称 姐还是年轻 疑似暗访梁洛诗 不如她年轻 比郭家文大四岁的梁洛诗甩出一张 敷面膜的素颜罩 不甘示弱 似乎在表示自己只要保养的好 照样比郭家文显年轻 最近和李泽凯已经在一起四年的郭家文 也是开始极了 虽然她才是李泽凯的现女友 但是迟迟未曾订婚 不像梁洛诗和李家 始终是藕断丝连 有三个儿子 前段时间呢 郭家文参加朋友婚礼 主动的晒出席帖 之后呢 又以伴娘身份发表了一段讲话 贝宜呀 是在笑李泽凯逼婚 这两个女人平日里叫件 都想说自己不一样 但是面对不肯结婚的李泽凯 命运出奇的一致 说到底 已经拿走五亿分手费的梁洛诗也好 港姐出身的才女郭家文也好 如果啊 有一个想通了 肯踏踏实实的靠自己 而不是整日隔空暗战 日子也不会过得这么累 郭家文目前已有27岁 作为港姐出身的她呢 其实颜值并不算太出众 只不过胜在气日清新 颇有小家碧玉的感觉 所以呢 让人印象深刻 郭家文刚与李泽凯蜜恋时啊 就高调的晒出了对方 专门送给她的生日祝福 并甜蜜表示 虽然某人没在身边 但还是很感谢她的礼物 当时港媒指出 李泽凯送郭家文的生日礼物 为价值9000万的高级公寓 如此大手笔的讨女友欢心 难怪郭家文难掩 雀跃心情高调晒照 自从与李泽凯交往后 郭家文呢 就顺应对方意愿 停下了工作 出入由李泽凯司机接送 一有时间啊 就陪对方出国散心 一心做李泽凯背后的女人 而且呢 对李泽凯给她的任何安排 都是甘之如意 若是将来有天啊 两个人没能走到最终 不知道郭家文 是否会后悔 如今对李泽凯的百依百顺呢 对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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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